大家好,我是註冊中醫師林培恩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個湯,叫做潤肺湯 顧名思義,這個湯有潤肺止咳的功效 這個湯有甚麼材料呢? 有沙心、肉粥、白俠、蜜冬、海底野 這些大家都知道都可以潤肺止咳 另外有筆期、防風、保肺器和防止感冒 可以加上山姜陳皮,溫中健皮 食素人士可以考慮煲齋湯 又或者想好飲點的話,就加上瘦肉 這個湯需要煲過半小時 立即溺點感染新冠之後 依然有上呼吸道症狀人士 例如有咳嗽、氣喘、乏力 同時有怕風吹、容易感冒的患者 接著放下子 在這裏面前的玉米